北京时间6月28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在太空长途跋涉三年半之后,日本最新的小行星取样,返回探测器3秒2号,终于抵达了它此行的目的地龙宫,在抵达之后,并在2020年携带珍贵的小行星样的返回地球。 即便是现在,这艘探测器也已经创造了历史,它已经传回了这类小行星迄近最近距离,最清晰的图像,不同于索鸟,索鸟2号将使用撞击器撞击小行星地表,暴露及内部的新鲜物质,并进行取样,德国空间局研制的逐鹿器Maskit。 随时间推移,探测器不断接近小行星,在拍摄的图像中,龙宫变得越来越清晰。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上周发布了在300公里距离上拍摄的小行星龙宫图像,其外观看上去,有点像一个陀螺。 这颗小行星所属的类型,本身非常常见,但对其研究却很少。 本周,JAX又对外发布了一张新的,在距离40公里上拍摄的图像,显示这颗小行星地表遍布的历史。 6月27日,小行星龙宫直径大约一公里,要比此前所鸟号探测考察的目标小行星细穿大分配。 但相比在2014年到2016年期间,欧洲罗赛塔探测器考察的又17P彗星要小4倍。 美国马里兰州哥达德空间飞行中心,曾经参与舒梅克探测器项目的行星科学家露西·麦克·大段。 Luci·麦克·大段表示,科学家们认为C星小行星在成本上与早期太阳系应该比较接近。 此行,索鸟2号将帮助确定小行星龙宫地表的低反照率,是因为其坦的含量较高主流供点。 还是由于颗粒很细的金属颗粒,比如则铁矿之类比较多的缘故,将由索鸟2号开展,并后续将在地球上实验室中对取回的样本继续开展的。 针对龙宫小行星的化学与同位素成本分析工作,将帮助解释地球,尤其是地球上水的起源问题。 很多研究人员认为地球上的海洋形成与早期地球遭受的大量彗星和小行星撞击有关。 在抵达龙宫之时,结果显示其次转周期大约是7、5小时。 其实,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如果次转速度太快的话,对于着陆行动的开展是不利的。 但这颗小行星的外观则有点出乎日本科学家们的预料,因为连着这颗小行星的赤道似乎存在一圈鼓起,却一般出现在那些次转快得多的天体上才对。 Maskit由德国空间局研制,预计将在今年10月份,被释放到龙宫表面。 以30厘米每秒的速度实现软着陆,但具体情况将取决于龙宫的引力大小。 而这一点还需要等待3秒2号的精确测定。Maskit没有安装太阳能设备,只能依靠内部电池工作。 因此预计在其着陆后,只能开展几小时的工作,就将耗尽电力而结束使命。 另外,一旦Maskit降落时掉进某个部系里,或是夹到几块降大的岩石中间,那么它将难以开展姿态调整和牵线指向等动作。 因此,可能无法与苏鸟2号建立通讯联系。 欧洲科学家们将在今年8月份到法国图卢兹开会,商考Maskit的最佳落点选择。 与此同时,索鸟2号自己也将尝试与龙宫小行星地表轻轻接触,并采集7地表沿途样本。 这艘探测起将在龙宫停留到2019年年底,随后它将离开,开始嘲笑地球飞行,并在2020年将样本送回地球。 通地球上的实验室开展精细研究。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news.xy以获取更多相关资讯。